芬姐 你好 您是芬姐不 对 这么年轻 您是芬姐 芬姐你属啥的 我是猴子 你真的是属猴的吗 对的呀 六十年代的了 六八 对 六八年代 你比我大了 几岁 但是看着你真年轻 帮我钱点呗 好的呀 你给钱了吗 芬姐 按照您的常规剪就行 好的 不用太短 真是一个自由的节目 说剪头发就剪头发 芬姐 你一直都在这村里 对 我已经离了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所以整个村就是芬姐一家礼饭店 对 不礼饭我也出去蛋糕 那这里的老人要去别的村里 多少麻烦了 芬姐 嗯 我觉得这事啊 问你是最靠谱的 你们这块有童谣什么的 是有童谣吗 对 童谣是啥意思呀 童谣就是哄小孩子 然后小孩一般听了这样 就会根根瞎乐 对 兜兜飞什么之类的 你看童谣就是 什么飞 兜兜飞 哦 兜兜飞你也知道啊 那我们东北有一些 但是它都很短 对 很短的 等一下我帮你们去找好了 找老人说好了 哦 有说的好的老人是吧 嗯 有的 发型已经出来了啊 少刚老师 我现在看到你 我想到一个词 像不像八把 不是 四个字的 精神小伙儿 精神小伙儿 行了 我带你们去那个 找老人去 好嘞好嘞 等会儿等会儿我把账付了 没事 我没有支付 微信 叔叔没事 你可以手机拿多少块 好香啊 哇 天呐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笋 那个花生 花生米 这不炖出来就可以吃吗 对啊 好香啊 一会儿捞一碗 呀 阿嫂弄不行啊 怎么行 这个啊 哦 这是新鲜的笋 所以要说靠山吃山 这块山里面主要就是 毛竹和笋 毛竹和笋 嗯 哎呀 嗯嗯嗯 下意哦 你吧 哦 丢了银子吧 这里有一个老人会说的 为了爹 为了爹 来 这里 老爹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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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大叔也会说 也会说 老吴 好吗 有没有开始呢 稍等 我给您拍一段视频 好 预备 开始 地地中要飞 我将不不飞 家义温温好东西 去了都比胖兮兮 都比肚兮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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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了就是 吃了什么东西是好东西 好东西 然后吃完之后就 都比肚兮兮 长肚兮了是吧 长胖了之后就飞了 飞到山里面去坐窝去 坐窝去 咱那个语言领悟能力 你看 发现了重重飞这个 是全中国的 通用 是全中国通用的 我们东北 直接叫抖抖飞 抖抖飞 就是哄孩子睡觉的 就是一直在重复 是这样的 来 这样 给我手 小孩 那只 对 小孩在这一块 别晒着你 小孩在这一块哭我闹 然后大人就会拿着说 别哭了 兜兜飞 兜兜飞 对 我家里没有这样的文化 就是这样的小孩 对 你只要是和他互动 他不就高兴吗